遇到生活中的煩惱 你怎麼辦 這個造勢者來講 他真的不是故意 他不是說要跟這個人有生仇大恨怎麼樣 他真的就是半夜開車 然後沒發現說路上怎麼會有路倒的人 那所以最後的確法院也是認定說 好他接受這個被告的說辭 被判的這個過世之人於是 鎖定每週六日晚上的八點 近天電視台播出的《綠郵經》 看電視學知識律師的中言 讓你瘦又低聲 然後…